资源啊 丰富关系这种工作 希望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会比较丰富 无论好的不好的我都希望去尝试一下 大家好 我是陈方佳 今年23岁 2014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毕业之后在旧金山梅西拐货公司 做行政助理的工作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希望找到一份人力资源 或公共关系的相关工作 谢谢大家 大家好 这是我的甜蜜 好甜啊 比较有亲和力吧 比较有亲和力啊 你是哪种甜呢 就是比较好沟通 就跟谁都能聊上几句 来 徐瑞 你的推荐理由 对于方佳的推荐理由其实很简单 不管是从她的学历背景 相貌 谈吐 以及实习经验来讲 都是一个会特别招你们喜欢的女孩 推荐完毕 谢谢老师 不是 你推荐她为什么直勾勾都看着我 你想多了 其实你是在直勾勾看着我 是吧 想让我重点把方佳推荐给PVGO 对对对 迷害了她 你这个是推荐她找工作 还是推荐她找对象 一个员工如果说不管是她的 方方面面都招人喜欢 她要求的是跟H2相关的工作 多靠谱啊 没事 你有男朋友吧 还不确定 小心说 有有有 没有的话可以推荐一下 但是刘夏勇不信 他有家庭有孩子 我们来了解一下 其实陈方佳的访谈点还非常多 因为他特别喜欢折腾 你自己说说吧 就高中高二的时候 当时学校有一个交换生项目 所以我就去美国的华盛顿州 交换了一个月 当时决定只有以后去美国读大学 能锻炼很多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 和各方面能力 一二年还在台湾大学 交换一学期 就是有一个访问学生的项目 就准备去参加 因为我觉得我的专业本身学的面比较广 其实可能需要在生活经历上 更多的更多的更丰富的一个经历 你还蛮喜欢被交换 然后还蛮喜欢到各个地方去涉猎一下 是这意思吧 还喜欢网游 是的 痴迷过网游 你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我室友都是打电动的 他们就带我打 玩什么游戏 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啊 你打得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现在还玩吗 现在不怎么玩 因为我觉得打的时候 就是确实比较放松心情 但是可能我属于那种挺上瘾的人 我觉得上瘾还是有点耽误时间 然后刚好当时去台湾大学是一个机会 我就觉得 还是如果能参加一些社会生活的话 尽量放弃 就是不要太过沉迷在这个里面 在五八同城是因为什么事情被骗 这个呀 我刚 因为我是上了 你可以讲一讲 因为的确是有很多学生在上面找兼职会被那些中介欺诈的情况 其实我是上个月月底刚刚回国的 那个时候就是比较着急投工作 然后当时一个中国人寿的人力专员的岗位 是在上海的 然后当时我就去了 结果后来那个招聘人就是一直要加我的微信和QQ 结果就发现那人可能是个流氓 他怎么流氓 那个微信头像和他转载的内容 我觉得有点 就是太不职业了 以后来你留证据或者投诉了没有 也没有干嘛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微信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专职招聘人员的话 他如果要加私人微信的话 应该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头像 和他一些推广内容 他什么头像 就是只有上半身但是没穿衣服 没穿衣服 但是他没有全裸的 就到这儿是吧 就到这儿 但是就是那个转载的东西也不太好 什么嘛 你留学归来的应该直言不讳嘛 你不要那么含 你干嘛还这样干嘛 你不要那么含蓄嘛 对于流氓就要像秋风少不业一样 我觉得在场的都是超过18岁的 他们都有一定的判断 这里没有儿童不义的东西 对 倒是你看上去像儿童 说吧 他都干嘛了 就会有一些18家的内容 就是可能说是 就是里面有一些事情内容 对 有一些裸体照片 有一些吧 我就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专业照片人士 会加我的时候使用的一个 好 我们听一下段老师 如果遇上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应要保留证据 下午把同城的客服中心进行投诉 我们现在正在跟公安部 网监局在进行联合打击 对那些招聘欺诈的黑中介 进行证据收集 一旦获取有效的证据的话 我们跟公安部会联合打击这些其他行为 好 听明白了 听明白 其实你回国之后找到了一份工作 是吧 我这看 你正在等面试 是有几份在面试过程 有几份 能够我们说说有哪几份吗 就是上周有一个百度的总裁办秘书的职位 过了三轮面试 过了三轮了 还差一个中面 那万亚师傅 我们这儿要是这个今天成了 那儿又让你去那怎么办呢 我会希望做更好的选择 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是会权衡 有可能会这儿不去 那岂不是你没有契约今生 可是这个契约本来就是两个人协商的结果 但是今天你一旦入职了 你就是正式入职了 今天是正式入职 对啊 我们所有非你莫属来应聘的人 如果一旦应聘成功就正式入职了 那我会尊重我的选择 会尊重这里的选择 这个我不同意 怎么了 怎么了 他是拿到offer 但是这个offer他可以不去 但他今天如果答应去 他就是去了呀 比如说如果今天通灵珠宝招聘他 他也选择了去 那今天就是正式入职啊 这是非你莫属的节目规则呀 没有没有 招聘就这样 就是我企业给你发offer 最后你可以不来 我觉得在台上 这个公共栏目里面 既然答应了 就是一个口头要约 口头要约 至少是要去旅行的 其实我们自己想想 在职场中 我们每家企业发了offer 那个人才来不来 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并不一定因为 这是一个公共节目 我们叫怎样怎样 我们不要绑架选手 我觉得这是个契约 的确是契约精神的问题 这是契约精神 是的 他虽然不是说 所谓法律上的责任 但是他是个契约精神 没错 在现场谈前不上感情 最后接受了offer 那么你说好 我现在 一次是接受这个要约了 对对 就跟有些节目是这样 在线上 咔咔 恨不得都要认定要结婚了 线下拜拜了 法律之外的事情 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是的 但是至于我每次 最后我要问 某某集团 某某集团 或者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这个时候 你已经做出 你郑重的选择 我替台上这个女孩 说一句话 我觉得如果他觉得 那个工作特别好 他今天就不会走到 这个台上来 但是如果他今天选择了 就是他心里 还是有不太满意的地方 所以他今天想有 更多的选择 这个分析毋庸置疑 那是肯定有的 要不然他不会来 但如果他最后 选择了去某一家企业 那么如果他要走 他至少要跟企业说辞职吧 对 如果他选择了 我相信他会 我们没有谁 可以绑他绑下来 对不对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种 契约精神吧 你不能说 我不去了 他有可能根本就不来 所以契约呢 这上面呢 分为两个契约 一个是法律上面的契约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的 心理上面的 道德层面上一种契约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法律之外的行李 咱们再讲情 讲礼不就完了吗 契约精神是围绕 整个公司法 和劳动合同法来的呀 很简单 你找工作 我们给你发offer 对不对 你如果来了以后 你觉得不买 你可以提出辞职 一个月以后 你可以走 看企业跟你怎么约定的 离职周期 对啊 遵守这样的约定 对双方都有好处 企业 企业有呈现 以后员工在做 被调的时候 说这个人的表现怎么样 非常遵守 这个怎么怎么样 非常有职业道德 离职的时候 还做满了离职周期 对 我们对这个人表示认同 这是大家都遵守 游戏规则的好处 是 其实我就想 做一个自我承受 其实先说一下 百度这个 我确实没有拿到offer 我只是通过三轮面试 还差一轮面试 并且还没有通知我 会不会参加这个面试 另外我觉得 毕竟这是我回国以后的 第一份工作 我也希望做一个 比较慎重的选择 而且我希望 这份工作是可以 比较 比较长期稳定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可以 通过这个工作 有一些自我 自我提升和发展 所以我 当然希望 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会慎重一点 但是如果我做承诺的话 我是肯定会履行 这个承诺的 良情则目而期 但不可朝三暮四 所以说不轻诺 故我不复人 不信诺 故人不复我 我相信你今天的 郑重承诺 最后我还会问你那句话 好吗 来第一轮选择去活流 接下来进入 天双唯有才 准备了什么 准备 好解读一下 这个是我在 入职三个月的时候 我的知识上 给我的一个 工作评价总结 我进行了一个 非常概括的翻译 在夏野 一个是我在 入职第一周的时候 我们的行政主管 曾经让我整理一下 我们公司的 储藏室 在我入职之前 我们的储藏室 情况是 其实没有一个专人 在负责管理 这个储藏室 所以就会造成 储藏室 一个比较混乱的局面 我做的就是 找了很多方形的小盒子 把所有东西 按照逻辑顺息 进行一个归类 然后在这个盒子上 贴标签 我觉得其实在 行政工作上 可能这些都是一些 非常琐碎的小事 但如果能把 细节处理好的话 在行政工作上 能很大提高 它一个工作效率 所以这是我收到 一个比较好的评价 下页 这个是 我想强调 我的领导能力 和协议调 沟通能力是 我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我的行政主管 因为健康原因 要休假一段时间 然后在他休假之前 他就把公司 一些主要的任务 交给我去处理 然后其中包括 比较重要的一个 是我们公司 和其他当时美国几个 大型的连锁销售公司 联合推出了一个 忠实客户的 积分奖励计划 然后我比较担心的是 因为我虽然在公司 做了一段时间 但还算是公司里 算是最年轻 也是资历最前的人 而且还是个 打断你一下 大家不忍心打断你 是你讲的 还逻辑挺清晰 但是太细碎了 抓紧时间 我刚刚已经提醒你了 几句话吧 好吧 总结一下 好 反正就是 我当时对每个员工 进行一个沟通协调 然后根据他们时间 来调整这个合成表 最后就能达到 几乎百分百的 员工参与度 所以这是我 当时想显示 我的一个沟通协调能力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谢谢大家 从看家从形象到整个气质 让大家看得很舒服 但也看不出 最精彩的部分了 他将来在 接近人这一块 要达到一个亮点 做一个亮点 你有一个选择 是做公关助理 你为什么想做公关 你在这方面 有什么特长 因为其实 我虽然以前没有做过 但是我觉得 我的沟通能力 还可能比较 琐碎之外 可能沟通能力还不错 而且比较有 清和能力 我在跟客户交谈的时候 通常都在 你所理解的公关 是哪一方面的公关 我可能比 因为我的重点 是放在人力资源上 公关我只是觉得 我可能可以去尝试 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其实 你把它列为第二异项 是因为你并不太了解 对 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有兴趣去做 有兴趣去做 方家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现在回国来发展 是完全的主动的 还是被动的 主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是真的是愿意 看到这个中国的发展 想回来去工作 尝试去工作 还是说你在 Macy那边 是拿不到工作签证 因为这个原因 才不得不回来 我其实还是会 比较希望回国发展 我觉得可能国内机会 也会比较多一点 而且上升空间会比较大 我觉得在美国 其实在美国做的话 可能上升空间会比较小 可能很长时间 才会得到一个晋升 其实在湾区 在硅谷 这个现在美国经济非常好 硅谷现在投资也很多 就是公司特别缺人 就现在其实这个机会很多 我曾经也找过 但是我们又比较积极 在美国找工作 因为我当时想 就是签证过期的时候 签证过期的时候 我就回来了 所以我当时可能 比较想回国 所以我没有很努力 在美国继续找工作 不过方嘉的这个PPT 和他表述的这个内容 是我最近 这个一年时间 见到的 在奥菲尼莫属 见到的 我觉得是 最好的之一 最好的就是 Top2 这样的讲 他有内容吗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 他表述多啰嗦 我觉得他 在实际面试过程里边 其实他要讲得越细越好 只是我们push他 说你赶紧讲完 然后我们还有下一个环节 在里面 对 他结构和条理非常清晰 我有什么样的能力 背后有什么样的案例 而且他从头到尾 一个结巴都没有 非常好 非常好 一个结巴都没有 非常好 非常好 另外问一下你 你今天有意向性单位没有 58同城 通灵珠宝 福能集团 最低薪酬不低于多少 6000 6000 有地域的限制吗 没有 没有地域的限制 好 第二轮选择去获得 还有十盏灯 来听下他们推荐的十位 从余文浩开始 我的第一个港呢 是我们艺人经济部的经理助理 第二港呢 是一个媒体顾问 他是一个偏销售型的岗位 都是在北京吗 在上海 好 对 我认为你是具备 做总经理助理的潜质的 所以呢 我愿意给你我们PVGO 项目的管批商 然后最后的输出方向 是总经理助理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给你留的职位是 高端的我们的客户管理 这样的一个职位 谢谢 下一位 我现在也希望给你一个 就是人力方面的 这个助理这样的一个岗位 来 下一位 我愿意给你一个总裁办 总经办秘书的一个工作 工作地点在上海 东君 那同龄珠宝呢 给你两个工作岗位 一个就是我们蓝色火焰的 公关助理 第二个岗位呢 是你第一个选择 就是人力资源 我们乐朗葡萄酒 微商的客服 或者培训的助理 谢谢 工作地点是 工作地点上海 或者南京 好 谢谢 下一位 方家 58同城给你的岗位是 人力资源方向的管辈生 那么工作地点在北京 或者上海 尹方 CAPG给你的岗位是 人力资源总监助理 CAPG欢迎你 谢谢 可以选择的这个职位有两个 第一呢 是做行政 人力行政助理 第二呢 是做我们投资人的助理 我给你的是我们集团加盟连锁事业部的 总经理的助理 当然是从我们总裁办管辈生开始起 考虑一下十盏灯 灭掉八盏 留下两盏 你好 谢谢你 你是我现在的女神呢 谢谢你 有请陈浩段东 谈前不伤感情 你从那一路走来 我更喜欢你了 为什么呀 我喜欢你的选择 不是 我们现在在讨论 来 请写下你们的薪酬 拜拜 前面几个都忘了 你是不是都忘了我们的 给你提供的提供了 其实我之前非常喜欢 浮能集团的 其实我当然刚开始喜欢浮能集团 是因为我听说这是一个新能源的公司 后来我了解到可能 你们公司招的主要是PVgo这个项目 就是可能大学生职业培养 可能就是我觉得在公司方向上 我可能如果能去新能源这方面的话 好吧 再死个名单 八千加 六千加 来 有问题可以问的两位老板 段总的工资会加吗 我就知道他会问的 这是用性工资 你知道互联网公司 工资是充满想象力 我觉得他的工资不用加 因为其实段老师是我很好的朋友 他的人力资源水平 是这个舞台上我唯一佩服的 所以他愿意说你当徒弟 我觉得这个工资是够的 我是因为觉得 人力资源水平的造语比我高 所以我多出两千 陈总 公平的讲 陈浩他们的底薪 和综合收入相比 通常底薪只是一半 如果综合收入的话 要乘以二 但也不一定 我们有绩效和 跟陈总这边一样 有绩效 绩效奖金 年度奖金 有项目奖金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优胜教育 五八同城 或者是谢谢再见 五八同城 去吧 谢谢 我是比较看好互联网这个行业 我觉得现在的互联网环境 发展空间会比较大 在行业选择上 我会比较倾向于这一块 而且我觉得段总 毕竟也是人类资源的专家 如果跟在他身边的话 应该会学到 挺多东西的